深进步 比最有经验放牧者与采药人都厉害 此外 在山林破庙中 当过很长一段时间山神 楚风 神色古怪 你数百年前就会养野猪放牧 还会采山 当过山神 果然是妖怪啊 然后 他看向其他人 果然 一个个都很灵异 早已成精 数百年前 就干过许多正常人类 都不见得能做到的事 比如 胡生他爷爷胡王 在民间 关于胡大仙的传说实在是太多了 轮到老驴开口时 他更是自吹自擂 我生在江南之地 报读诗书 镜头书画 更能阴诗作词 一边待着去 众人一起鄙视 这头驴子太能吹了 老驴不爱听有些急眼 真的 我在山中的岁月 经常施行大发 不行 你们听着 儿啊 儿啊 牛啊 你黑如鬼 哈呀 你头上绿 马呀 你四条腿 驴呀 你是天龙在人间睡 咋样咋样 这一刻 大黑牛的脸直接更黑了 蛤蟆则想吐老驴一脸口水 马王 则无所谓的摸了摸正亮的大光头 众人实在是受不了他了 以其抵制让他闭嘴 这时 四根鸡脚的周全 咬哭了一脸郁闷之色 你们都是活了数百年的老妖怪 体内秩序碎片不少 鸡垫身后 事到如今 怎么反过来了 我这个领长类的人反倒成垫底的了 楚风拍了拍他肩头 没事 我跟你一样 积累也不深 还不深 都能进宇宙去祸害各族了 还不深 各位 别走神 不要中断 还是赶紧修行吧 将参侠境界稳固 说得对 我迫不及待了 想立个主观 想去找域外降临那群军驮胆报仇 尤其是领祖的 当然 还有本土的无解身体 蓬莱与营州的人 对 抓紧时间 出关后一定去猎杀 在境界与实力上 反过来碾压他们 乙群大妖嗷嗷直叫 激动而又振奋 因为这段时间实在是憋坏了 石林中 有一簇又一簇花 紫盈盈的 花雷顽口那么大 锐气与霞光一同征腾 很明显 当中有一股奇异的能量物质 这些花雷奇特 因为花瓣上都有麒麟图案 非常的惊人 尤其是随着众人呼吸 有些花雷在绽放 发出轻微的响声 接着浓香扑鼻 芬芳到让人要迷醉在这里 而且 花雷绽放时 霞广淘淘 鲜物激荡 太浓烈了 有人张口呼吸时 那花雷很古怪 散发出的雾碍 光芒等 跟花粉一起飞过去 只冲向一人 还好 这里麒麟花一簇又一簇 足够这群大妖用了 显然 这是麒麟朝遗址 最珍贵的馈赠之一 麒麟花 加之连城 是因麒麟长期居住 尤其血气 能量交融 而滋生出的植物 花雷绽放 那里有麒麟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黄牛 欧阳峰最先做出突破 黄牛不必说 通体金黄灿烂 神圣光辉普照 蛤蟆则是身体精卵 像是要蜕变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 眼如金灯 身上的金色斑点更胜烈了 依旧是蛤蟆身 我去你大爷的 怎么没变成龙啊 没有变成不死鸟 还是这个鸟样子 欧阳峰气坏了 因为他是神兽 是从蛋里边出来的 最开始出生时 他像是一条龙 后来曾变成了鸟 最后成为蛤蟆 他以为 随着进化会变成其他形态 到时候是生无霸气 结果这次是依旧悲剧 别急 你还未孵化出来前 在神诞中被诅咒了 楚风安慰 开始蛤蟆还很感动 但是紧接着又听他说 下次啊 你努努力争取变成青蛙 再下次呢 变成乌鸦 总有一天会飞上枝头 化成不死鸟的 欧阳峰的脸顿时黑了 而后斜着眼睛看他 在扑扑声中狂喷他口水 大黑牛闷了一声 浑身皮毛发光 漆黑增亮 跟一块黑金铸成一般 绽放无光 通体强健有力 如一座小型的太古摸山 他的一对打击脚彻底长好 越发的结实 浑身黑亮的皮毛 浮现各种纹路 那是符纹与道行的体现 接着老宗师掌声而起 眼花太极拳 黑白光芒挣腾 整个人一会儿柔软如细柳 一会儿刚猛如雷霆 老喇嘛 则跟一尊金山罗汉似的宝像庄严 脑后出现一道神环 普照佛光 儿儿啊 外星老 你们这帮孙子 等老驴我回去后 狠狠的收拾你们 引擬天成功了 如今已经可以参峡十起 以高等能量因子 洗礼屋上驴体 巩固完毕 欧阳峰打了个喷嚏 直接将老驴掀翻出去 口气太大 而且瓢泼大雨狂洒 老驴是嗷嗷直角 撩折子狂逃 但是依旧成了个落汤鸡 两天后 所有人都进化与巩固完毕 就连楚风的父母都实力激增 即便是楚风 也迎来一次小进化 他接近参峡境界中期 只差一点而已 事实上 他吞掉的麒麟气很多 但他像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 一群参峡境界的大妖 摩拳擦掌 恨不得立刻飞回东海 走 杀回去 就是最不自信的周全 都拢了拢大背头 晃动着四根鸡脚 喊着要去反击 去抓外星人 嗯 是可以回去了 楚风点头 然后 在离开前 他开始布置场域 将这片地带封锁 因为这里还有麒麟花 随着地球复苏 他还能进一步进化 以后有大用 此外 石林中还有一片药田 当中有艺术 如今 已经结出一些可以让人进化到观想层次的果实 显而易见 随着时间推移 还会出现药效更厉害的果实 以后 这里将成为他们的药园子 事实上 这里有神术根须 等到地球彻底复苏 恢复上古气象后 这里有可能会长出圣药 神果 一大群人都上了楚风的绿珠洲 引入虚空中 向着东海而去 儿儿啊 望洋星探 望海感慨呀 老驴我又尸行大发 很想做尸一手 老驴刺着大板牙 身彩飞扬 结果 砰砰两声 先是大黑牛给了他一梯子 接着 他又挨了一记蛤蟆弓 整个人 直接翻白眼 差点昏厥过去 不灭山有人入侵 外星老 又请来几名妖族天才 这次疼不得连窝短 反杀他们全部 真有人等到 来的正是时候 杀吧 一群大妖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大笑起来 一个个眼中冒绿光 他们已经憋屈很久了 现在看到域外的人攻倒 想要彻底的剿灭他们 顿时都来了精神 要反过来狩猎 大开杀戒 整座岛屿 灰蒙蒙的 被云雾遮拢 岛上全是石头 以及漫长岁月前留下的 少量枯死老鼠 而今 福质化 岛外 东海浪涛很大 不断的拍打向岸上 显然 这一次 上百个进化门牌联手 人手充足 最起码不缺少长御大师 足有八人在此 联手破楚风布下的长御 其中两人更是巅峰级的长御大师 不见得比楚风弱 不过年龄实在是太大了 连头发都快掉光了 勾搂着身体 楚风平静的看着 他布下的长御 在两个老牌长御大师 以及另外六人的联手下 逐渐被拆掉 一艘又一艘的战船 密密麻麻 横在海中 将海面封锁 大船 能有数十艘 都是神子 圣女人物的作家 而小船更多 是那些圣子的手下 与追随者 很多船都已经靠岸 各族的进化者相继登岛 这是要为力 想将黄牛 大老黑 欧阳峰等人 彻底的铲除 带着宁笑 东北虎 老驴 周全等都活大 咬牙切齿 这是在抄他们的老窝 要全灭呀 如果不是这次 他们整体进化了 肯定要被杀个干净 遭受血洗 鱼外这些人 太霸道了 摆出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架势 呃的一声 猛兽一只又一只 全都很凶悍 这些都是坐骑 一大群猛兽 骑兵登岛 血腥起扑鼻 大黑牛 吴启峰 老喇嘛等人 都是一灵 就是楚风都在吃惊 这是一只真正经历过 不知道多少场血战洗礼的队伍 他们来自天神族 显然是动了杀心 因为天神族最为愤怒 他们死在楚风手中的人最多 连神子与圣人都陨落 这是不能接受的损失 算是七尺大辱 他们是联军的发起者之一 楚风低语 天神奇兵 自从进入宇宙后 他了解到很多事 天神族的骑兵很有名 在战场上呼啸而过时 那简直是排山倒海 脆酷拉朽 这一只骑兵 比许多圣子联手都要厉害 得严加防备 因为他们可以凝结为一体 彼此能量互递 真要攻击目标时 将会整齐划一的 同时打出一击 非常的恐怖 待会儿 避开这只骑兵的锋芒 楚风说道 他准备找机会 亲自下手 接着 一群凶勤羽毛发光 跟金属铸成似的气息骇人 后面跟着火蜥蜴 飞蛇 镖等等 林甲森森 跟着飞进岛内 如一片乌云飘来 铺天盖地 这群生物都很凶猛 带着强大的压力 让人不得不神色凝重 然而 许空突然轻颤 这群飞天的生物都慌乱 向着地面坠去 有的更是直接砸在地上 出现深坑 岛屿的半空中 有秩序符文 带有一定的压力 大多数生物都不能飞天 只有个别例外 短暂慌乱后 迅速平静下来 后方有人冷漠说道 各族强者先后都动身 就是那些圣子等都不例外 这一次 有妖族奇才带队 找到正确的位置 寻到不灭山 大部队 一路跟下来 自然都能上岛 终于上来了 上一次我族几名老前辈 死在岛上 真是遗憾 这一次 我为你们报仇 外星体徐承仙来了 他带着冷意 上一次 灵族有几位老者 想要吃毒食 不带其他族的人马 跟着妖族天才登岛 结果呢全灭了 当然 那一战 黄牛他们也损失惨重 差点都死掉 而昆仑大妖 有些人更是被杀 一会挑选座旗 我选那套金色小牛 徐承仙开口 他很年轻 如果无轮回没有出世 他算是宇宙中最赫赫有名的天纵奇才 再加上他是万星体 无论走到哪里都神还加深 被世人所瞩目 后方 由民族的一位中年男子走来 赫然是素兴境界的高手 也是楚风口中的老天才 该族神子被楚风击毙 他们花费不小的代价 才送进来这样一些高手 他点了点头 我选那头大黑牛 我不需要当作气 我要考了他留着吃 西林族的人开口 我们要那只蛤蟆带回去解剖 研究一下 他总是说自己体内流淌着神血 我们看一看是否如此 海面上虚空非洲上 大黑牛 欧阳风 脸色都沉了下来 很想发火 那群人还真是肆无忌惮 来到这里要傲气无边 六臂族的圣子开口 我选那只黑色大鸥 看起来不错 我这人喜欢打力 以后去其他蛮荒星球受力 手中牵着一只异种神犬 倒也不错 这是宇宙中的一个强族 是天神族最强大的盟友之一 因为这一族本身就能排进宇宙二十几名 该族修炼到一定层次后 不仅拥有六臂 还会拥有三颗头颅 现在这位宇宙中年轻一代中 能排名三十左右的圣子 露出的气息很可怕 因为他非常强大 左肩头上鼓起一个包 第二颗头颅要开始发育了 毕竟曾经在不灭山待了这么长时间 想来他们身上有些秘密 我们也挑选一些坐骑吧 其他圣子圣女也纷纷开口 不然的话 凭这颗早已经落寞 也只留下前人一记的低等星球 他上面的野兽还入不了我们的法眼 后方绿竹洲上 大黑牛 东北虎 昆仑 大腰等人听闻后 勃然大怒 这些人全都登岛 天神族 大梦净土 西林族 林族 大旗 皇朝等 联军队伍很庞大 曾经跟楚风交手的道统 都派出了人马 放眼望去 岛屿上的人马黑压压的一片 这是真正的扫荡 要进行屠城灭族之举 哪怕这里没有城池 楚风 你在吗 听说你偷偷摸摸淘几星空 又听闻你 可能在近期回来了 滚出来 天神族的强者喝道 他们的那只天神骑兵 更是一起喝口 沙世界震动天地 如同山崩海啸般 声势浩大 这只骑兵都举着兵器 一起指向前方的不灭山那里 整齐滑衣 凝结为一个整体 果然气势害人 能量恐怖 这只骑兵 可以击溃一些 塑星经济的进化者联手之力 楚风说道 提醒身边的人 天神骑士中有人喝道 楚风滚出来 爷爷来杀你来了 其他各族的人马 更是在过早大声呼喝 不在吗 给我杀 向前推进 从此 不灭山被我们占据 长期驻军 那群野兽 什么黑牛野虎蠢驴恶犬 你们这群野兽都给我滚出来 跪地求饶 方可饶过一命 等我们挑选 做起 狱外这群人太霸道了 各族圣子站在一起 跟着大军前进 要扫平 不灭山中的进化者 他大爷道 这群狱外杂种 太张狂了吧 出说吧 老虎不发威 他们真当我是病猫啊 东北虎闹心 都要发狂了 飞扬 跋扈 不杀几个人 他们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马王使劲摸自己 正亮的大光头 至于大黑牛 欧阳峰 以及昆仑大妖等人 更是在运功 心中憋了一口恶气 恨不得立刻杀过去 准备动手 在他们接近 不灭山的山门时 我先出击 解决那两个 场域大师巅峰级的老扯 楚风说道 跟他们商量好 动手的各种细节 因为 那两位场域大师 都暗中做了布置 这是 要张开口袋 等着人往里钻呢 提前准备了 足够多的场域手段 可以 瞬间祭出各种宣慈旗 从而 封住对手 楚风 还有地球上的那群野兽 你们在吗 还不滚出来 天神族骑士喝道 其他族的圣子等 也跟着大笑起来 更有一位圣子 站出 金蛇皇朝金鸿 在此 地球上的野兽 可改一战 我一个人 打你们全部 这是一头金蛇 火车那么粗 盘绕成蛇山 他懒得化成人形 浑身金光大圣 在那里叫板 是金蛇皇朝的 一位皇子 楚风低语 这些都是 紫荆天雷 可惜 不是我杜劫炼制的 是在天神族乱神海 以及西林族建造黑牢的死星上 抢来的 你们分一分 等我动手后 你们找合适的机会 投掷出去 先轰一波 好 炸翻他们 一切准备就绪 哪个敢来 出来一战 金蛇皇子再次大叫 这时 楚风竭尽所能 动用出最强大的能量 施展天涯之耻 与阳间的神迹闪电拳 可以说 他的速度前所未有 快到不可思议 超出众人的想象 结果 几名场域大师那里 哄的一声 直接炸开 爆出一片血雾 几人被闪电 全打得崩碎 行神俱灭 接着 楚风如光似电 横过战场 哄的一声 将那耀武扬威的 金蛇皇子击中 庞大的黄金蛇区 顿时血液似箭 他凄厉的惨叫起来 痛苦无比 而后 碰的一声 从躯体中间 断裂为两节 楚风 用急速 与阳间神迹 直接一拳 打穿他的躯体 就这么横冲过去 害人无比 这还是因为 他不是楚风的 主要目标 楚风是冲着 天神骑兵而去 只是沿途上 顺道给了 金蛇皇子一击 不然的话 真要有心 专门杀他 金蛇皇子 必死无疑 果然 楚风太快了 阳间神迹闪电拳 可以加持速度 让他看起来 如同是一道流光板 众人反应不过来 他就已经到了那只 天神骑兵的后方 这只骑兵数百人 面对不灭山方向 举着兵器 对山门那里叫阵 现在楚风突兀的 从后方杀来 到了进前后 他不用再加速 果断取出一柄暗红色的长刀 而后双手握着 轰然一声 轮动起来 向前扫去 一刹那 光芒暴涨 赤红刀气冲销 杀气滚滚 惊世海俗 不要说 这座岛屿上 就是东海中都大浪翻天 惊涛万重 剧烈激荡起来 席卷天地 扑的一声 成片的血光爆开 楚风这一刀 可谓是横扫千军 从背后杀来 一刀就劈死了七八十人 刀忙灌日 因为 天神族这五百骑兵 没有防御背后 没有能第一时间 连接为一体 实现能量共享 进行防御 不然的话 这只骑兵 可灭二三十名 速刑经纪的高手 楚风 既然杀进了队伍中 哪里还会给他们机会 轮回刀横扫 血光蹦践 扑的一声 这次更加的可怕 在人群中挥刀 在队伍中打开杀机 一刀下去 九十几人被斩杀 横尸岛屿上 敌人闯进来了 天神族的骑兵大乱 无法凝结为一体 内部遭受严重破坏 战阵彻底被破掉 楚风 天神族的一位同龄大鹤 目次御礼 这是他们准备的杀手锦 是经历过血与火洗礼的一支强军 最为重要的是 这些人都很年轻 都是挑选出来的精英 未来是要挑大梁的骨干 这样死去太不值得了 天神族都献上人头 滚过来 楚风大喝 在人群中抱起 用天涯指尺俯冲过去 用闪电拳 带动身体提速 另一手 则挥动轮回一刀 半空中 火星四剑 天神族这位速行境界的中年大高手 奋力跟楚风争锋 但是到头来 还是扑的一声 被楚风一刀削掉手机 这一切太快了 楚风横杀而来 并且在千军中 直接摘掉天神族那名统领的头颅 场面有些震撼 刀屿上 许多人惊呼大喊 更有不少人张口结束 身体冰冷 楚风 你还敢出现 给我杀 灵族外星体徐成仙 第一个反应过来 大吼着 带领众人向前冲 与此同时 黄牛 欧阳峰 大黑牛 老喇嘛等人 驾驭绿竹舟出现 正式登刀 楚风 用暗红色长刀 指向了徐成仙 万绿体 你给我滚过来 小泥手机 万绿体 外星体徐成仙 闻言以后是勃然大怒 杀气滔天 万绿体 你是欧阳大爷的 看本王打不死你 欧阳峰大赫 凭良心而论 徐成仙相当俊美 就是缺少点英气 不过 现在因为发怒 反倒显得英武起来 补足了那股气势 他是 宇宙年轻一代中的 绝顶高手 天总之姿 实力可怕 让他一向自负 可是今日 却被这样 折辱 更是在被蔑视 让他满头发丝 狂乱无动 一双平静的毛子 也暴射身亡 你们都要死 他大喝 身上能量在激增 浓郁度高得吓人 最近这段时间 他在地球上的实力 提升了一截 他狠狠地看着楚风 因为 他曾亲眼看到 楚风跟秦洛音大战时 张嘴 咬过大梦净土的神女的 鲜叶红唇 让他厌恶 于憎恨到了极点 据他了解 大梦净土 有意要与灵族联姻 而秦洛音 已经被他内定为道理 现在楚风敢这么挑衅 让他几乎要发狂 徐承仙大吼一声煞 一改平日的温和气质 如同一头凶手般 散发惊人的力气 就要向前俯冲过来 神子且慢 旁边 灵族一名中年人 快速抓住他 神子万金之躯 岂能轻易下场 让张老去毙掉他 显然 中年人地位很高 实力也非常强 话语权很重 让灵族神子万兴体 徐承仙都不得不考虑其意见 他自然知道 中年人是为他好 不让他轻易跟楚风接触 因为谁都知道 楚大魔头的可怕 数月前 楚风在昆仑山 万神之乡大战 那可是杀出了赫赫威名 刀斩天神族神子罗夫 横杀英明神子 更是接连批杀多位护刀者 最后一路扬长而去 无人能阻 雄威太可怕了 楚风 他算个屁呀 然而 这时 万星体徐承仙 确实这般激励 没有听权 反而爆粗口 因为 他不能忍受万绿体 这个称呼 同时 他也很自信 最近在地球上进化明显 他的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同时 他想到昆仑山大战时 楚风所仰仗的 不过那种斑斓轮回火 但当时几乎已经耗尽 不足为惧 神子 中年人低语 还是拉住了他 同一时刻 灵族有几位老人 站出其中一位格外的强大 双目如同银色的灯斩 冒出神圣火焰 同时 体外也是一片银白 接着胜裂起来 此人横空而起 不等徐承仙多说什么 这名护道者便已经出动 要去对楚风下厮守 远处 欧阳风大喝 万绿体你是我的 滚过来 楚风按住他 让他别急 而后自己冲了过去 先迎向那名老者 什么话也没说 轮道就斩 领族 张昆 老者冲了过来 自报姓名 少废话 你的名字没意 只是死人 楚风 他对灵族没有任何好感 该族从最开始时 就针对地球一脉 更是数次要杀他 比如 他借助昆仑的天堂 跟天神族圣人 进行同境界的公平对决时 在那徒圣的过程中 灵族的女圣人沐清寒 却想干扰战斗 更是要出手 杀他与夭夭 而不久前 灵族几名老者偷袭 不灭山众人 导致黄牛 欧阳峰他们被重创 昆仑大夭中 更是有人惨死 现在他们又来了 大局进犯 楚风 怎能不下死守 插那交手 楚风上来就闪电拳 阳间神迹 爆发出的威能 超乎象象 他像是一颗人形的太阳 再发光 再绽放 再爆炸 楚风的拳头前 阳气滚滚 能量激荡 简直是摧酷拉小 他徒手攻杀 向前一路推进 周身血气弥漫而出 震动岛屿 压制的各路人马都胆寒 那阳气太可怕了 对面的灵族老者张坤 原本祭出九口飞剑组成剑阵阵 形成有效的沙场 可是现在节奏被打乱 那是楚风的权力在出击 金色的拳头硬汗飞剑 碰撞一道又一道刺目的剑光 让天空都熏烂起来 光雨如瀑布 气息恐怖与磅礴 让不少进化者惊悚 终于 一把青色的飞剑 承受不住这种权益被打的军力 接着 又一口紫色飞剑倒飞出去 楚风全印璀璨 越发的胜利 洋气沸腾 整个人就像是一个大火球 他沐浴浓郁的能量金光 如同一尊辟逆沙场的战神一般 终于 一柄沾蓝色的飞剑 直接被他的一拳打得崩开 四分五力 这原本是一口品质极高的秘宝 可是现在 被楚风赤胜的金色泉衣 轰碎 徒手 毁掉秘宝 常的迅乱 剑气如虹 远远望去 如同六道惊天长虹 横管而来 剑气恐怖至极 把笼罩岛屿的挥舞被击溃 正片天地都被照亮了 楚风一声冷哼 横空而起 向前冲去 在他的体外 一口金色的大钟浮现 上面 铭刻着形意十二真行图 不过 如今这已经不是形意呼吸法 而是换成倒影呼吸法催动 倒影 最可怕之处 就是能盗取其他秘法的真意 可以化为己用 现在经他催动 威能反而更加强盛 当当当的 剑气激荡 千重剑光爆发 可是最终都被楚风运转呼吸法后 用能量凝聚的金钟罩给挡住 他像是一架人形轰炸机 但是速度更快 直接撞开飞剑 浮冲了过去 周身散发的能量浓郁度高得吓人 隐约间可见 从他的身体中腾起金色的蘑菇鱼 跟那面色骤变的老者张坤 激烈的碰撞在一起 当的一声 钟声哄打 张坤被楚风体外炫目的金钟罩 撞得嘴角躺血倒退出去 不可否认 张坤是护道者中的佼佼者 实力在塑形境界后期 战力非常高 是该族花费不小的代价 才送进地球的 但是激烈对碰后 他的手臂在惊乱 右手虎口全是血 撼动不了楚风的金钟罩 更挡不住闪电拳 因为杨坚的神迹太霸道了 拥有摧枯拉朽之势 一路向前碾压 就这么短暂的交手 张坤倒退出去已经千丈远 他是少数能在岛屿上飞行的人 但现在却要坠落了 轰的一声 又以己阳间权益 神迹无匹 金色的全光如同闪电滑破仓穹 照亮张坤苍白的脸 也映照出下方各族圣子的金融 张坤的一条手臂从尖头脱落 被楚风的可怕拳引脚断下来 接着半边身子军力 在滴滴答答的淌血 随后他一声惨叫 在又一道金色拳引下 整个人轰然解体 化成了一片血雨 一位高手就此毙命 楚风大声喊道 还有谁 过来 这个魔头太凶狂了 我们连手杀他 灵族神子徐承仙身边的中年男子 低语 要联合诸圣子一起动手 楚风火眼金睛 能看清他的嘴型 多日时知道他在说什么 观想境界 我就能杀你们这些护道者 哪怕你比他们更强 可是参侠境界后 我还怕你等吗 你们敢登岛杀我兄弟 今天你们来多少 我毕掉多少 一个都别想走 岛屿上 各族进化者凌然 对楚风是极其忌惮 徐承仙还有无阶身体 你们都给我出来 你们不是想要呼吸法吗 为此还想猎杀我的父母 今天我本人来了 过来一战 闪开 灵族神子徐承仙 推开中年人 让他不要阻拦 中年人劝阻 神子 不要冲动 这个魔头越来越深不可测 我没有其他手段 不需要跟他死磕 你觉得我不辱他吗 上一次 他仰仗的是轮回火 外加偷袭 这次 我会怕他 徐承仙不听劝阻 骄傲而自信 同一时间 他横空而起 迅速动手 在他的手中 出现了一杆兵器 给人骨灼而沧桑感 这绝对是一件骨器 像是以棍棒改造成的长矛 楚风一眼认出 这是神灵滑血翻的杆 忠目睽睽之下 徐承仙不敢动用翻面 只取出那件兵器的杆子 徐承仙呵斥 楚风 你算什么东西 小爷早就不爽你了 无时无刻不想杀你 什么处魔头 你给我滚过来 立刻毙掉你 他一向自负而又骄傲 少年得知 但是却在昆仑被楚风偷袭 打得后脑肿胀 血流如主 被他视为奇耻大乳 楚风二话没说 面对危险武器神灵化血翻 他抽出轮回刀迎敌 因为他深知这种秘宝的可怕 他身上就有一剑 一刹那 两人就爆发了 冲向一起时 两剑兵器碰撞后 火花四戒 无比的激励 果然 对方的金属长杆 制成的长矛很可怕 能挡住轮回刀 而没有被斩断 是一剑上古器物 属于异宝 给我死 这一刻 万星体徐承仙竭尽所能 他不想和楚风颤抖 而是要上来就分高下 动用最强手段 此际 他通体都弥漫出光芒 在他周围 异象分成 全是星辰 一颗又一颗 磨盘那么大 把他环绕在中心 与此同时 天空中更为可怕 岛屿上的迷雾被驱散 与外星光闪耀 耳后清晰 无数星体在白天浮现 与天日真灰映照出来 此刻 数不清的星辰都在垂落光辉 远远望去 天空中星芒普照 然后开始汇聚 到了后来 天穷上 像是有很多条银色瀑布 向着下方坠落 朝徐承仙冲去 这就是万星体 凝与诸天星辉 加持己身 徐承仙大贺 我万法不侵 你拿什么跟我斗 满头发丝飞扬 眼神凌厉 气势破人至极 楚风试了试 用轮回刀向前劈去 居然没有展开 因为星辉太浓郁 结成厚厚的一层 简直如同神经筑成的城墙 将徐承仙护在后方 这时 他披着星辉 沐浴诸天星斗之力 内我如神明 外发难伤身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这种体质太变态了 根本打不动 楚风 手持轮回刀力劈 赤霞直冲云霄 微能巨大无匹 但是 最后只切开很厚的一部分星辉 没有能彻底抛开 万星体无痒 我内圣外神 你如何跟我斗 拿命来 徐承仙喝道 轰隆一声 在他驾驭星辉一动时 宛若一尊 庞然大悟在出动 动静太大 漫天的星辉汹涌 能量澎湃 他手中的金属长矛 伴着浓郁的星辉 向前刺去 电闪雷鸣 可怕至极 楚风避开 那长矛的尖锐之处 飞出可怕的神芒 落在岛屿上后 激起滔天烟尘 乱石崩空 仅这一毛而已 足以能挑起一座大山 人们倒吸冷气 就是域外各族的圣子 面色都变了 谁都没有想到 徐承仙可以强大到这一步 便是天神族的老天才 都在地狱 在地球上的这几个月 他的实力在激增 铁悟到铸天星海之力 跟他体质共鸣 现在没有几人可以压制他 万兴体的无敌血脉初不觉醒 其他人也都这样认为 徐承仙绝对一举成为 当下最强大的年轻进化者之一 哄的一声 徐承仙手持长矛 沐浴星海光辉 连带着长矛都被星斗环绕 再次向着楚风刺去 能量激荡简直要粉碎虚空 此时他如同战神附体 天地间 发出剧烈的大爆炸声 他每一次出击 都是星光灿烂 能量滚滚 简直要破灭一切阻挡 而楚风批出的赤红刀麻 却无法展开他的心灰 数十次进攻都伤不了他 什么楚魔头 楚风 你给我滚过来受死 在我眼中 你已经是个死人 徐承仙呵斥 俊美的面孔上满是杀意 楚风 还刀入鞘 不再动用轮回刀 只靠一双拳头 接着浑身上下能量沸腾 阳气达到一个极点后 他哪怕站在那里还没有动 周围就已经发生了大爆炸 在他的周围 腾起很多金色蘑菇云 这像是人体核子裂变 气息恐怖害人 闪电拳 楚风化成一道光 人随拳引而动 一下子爆出冲销的光芒 舒展身体时 全光磁目 让岛屿外的东海都跟着沸腾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露出了惊举之色 阳剑的武功 这是阳剑的秘迹 是不是传承 他居然学会这样一种可怕妙述 居然有人猜到 因为最近关于阳间的人鱼事 闹得很凶 谁都能感受到 那是一股射人的赤胜气息 楚风像是一座神炉 滚滚扬起 汹涌 压迫的人要窒息 第915集 这片地方大爆炸 楚风是一拳比一拳重 最终生生的昏开那厚厚的一层心灰 撕裂徐承仙 身前所谓的万发不清光芒 楚风徒手跟徐承仙的长矛 碰撞在一起 打得他身体矩阵不已 怎么可能 徐承仙难以置信 他的万星体 号称无敌血脉 跟诸天星斗共鸣 能压制同辈人 最终 他会成为宇宙霸主级存在 怎能料到 有人就这么 哄开浓郁的星海之力 这时 楚风微微一笑 顺间改变妙述 不再动用阳间的神迹 因为他心里有谱了 实验神迹完毕 嗡的一声 在徐承仙疯狂 吊集星斗之力 弥补体外光幕的缺口时 楚风动用另一种手段 他的左手那里出现一个漩涡 接着 一座石洞浮现 古老而沧桑 再吸收那浓郁的星光 全部都吞了进去 这是楚风 在西林族建造有死刑的那颗星辰上 吞掉那缕神秘之光 进军参峡境界后 体悟出的一种秘术 这座石洞 像极了 他在轮回尽头看到的那口鼓动 徐空颤抖 最后 所有的星辉都向着石洞中涌去 被吞掉了大半 不得不说 外星体很厉害 之前 在那颗死星上决战时 楚风利用这种手段 将西林族的那些老天才都直接干掉 而现在徐承仙却没有被吞进去 不过 外星体却不这么看 他有些惊惧 对方这种手段太可怕了 简直是专门克制他的无敌体制 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对方拥有权益 显化石洞这两种手段 都可以破他万发不亲之大事 楚风再次挥刀 崩开他的长矛 而另一手则突然祭出星辰母金手环 太突兀了 快到让人反应不过来 主要是这母金手环过于恐怖 金属环中央出现黑洞 能吸收掉徐承仙体外的星灰 疼的一声 徐承仙反应迅速 祭出盾牌阻挡 可还是遭受重击 那盾牌怎么挡得住母金手环 直接炸开 哄的一声 万星体大口吐血 一条手臂当场骨折 就是那半边身体都是血迹 受伤不清 这也就是他 坏一个人 被母金手环砸住 当场就得抱成一团血物 徐承仙是嚷嚷怒吼 他败了 而且要遭遇不测 最让他恼恨与羞愤的是 对方所用的星辰母金手环 原本属于他 这是他意外在一颗死星上获得最大的造化 原本要性命教修 演化为究极兵器的 结果被夺 楚风爆发 跟他接连碰撞 最后将他震得磕血不止 倒飞出去 楚风站在半空中 对他冷声说道 你 不行 然后 他示意欧阳风出手 交给蛤蟆处理 其他人要动 尤其是灵族大批人马冲起 就要营救外星体徐承仙 结果被楚风一人拦住 想过去 先过我这一关 欧阳风浑身金色斑纹闪烁 他抱着双臂 咧着大嘴 斜着眼睛看人一副不屑的样子 我不想跟你手下败将对决 他太弱了 徐承仙 正好被楚风昏飞到这个方位 见到这一幕怒火中烧 恼恨不已 居然连一只蛤蟆都在鄙视他 此刻他正好大败 自然被刺激到不行 来蛤蟆 我死了你 徐承仙向前扑击 想要带动其漫天星辉 结果 发现他伤势很重 体质受损 无法跟朱天星斗共鸣 但是 他依旧不惧 向前杀去 你算什么呀 也不想跟你打 太弱了 我想杀 无解身体 欧阳蛤蟆十分能拉仇恨 相当不屑 邪你他 然后 扑的一声 喷出一大片口水 徐承仙一向有洁癖 他亲近星辰 沐浴星辉 向来是千尘不染 看到一只蛤蟆对他这么狂吐口水 气到不行 他自然不会让口水淋身 以光木阻挡 同时下意识的停顿 不再进攻 然而 他很快发现上当了 那只满身金色斑纹的蛤蟆说不和他对决 但只是在耍花样 其实已经下死手了 这口口水冲击力太强悍 内韵欧阳风的先天神兽精气 一团朦胧的光 藏在当中 不说是他嘴强一击也差不多了 碰的一声 口水一刺剑 击散光目 那口先天神兽精气冲击向了徐承仙 徐承仙大叫 啊啊的 比刚才被处风击伤时要惶恐的多 像是经历了人生最为惨烈的事情 嗓音都在发颤 因为 先天神兽精气冲破阻挡后 带着蛤蟆那一嘴口水 全部跟进去了 简直是狗血淋头 让外星体徐承仙浑身湿大大的 要知道 蛤蟆每次喷口水 都跟瓢泼大鱼似的 现在这么一大口 大半都淋在了徐承仙身上 素来有洁癖的他 怎么受得了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怎么了呢 他叫的撕心裂肺 那叫一个凄惨 他一个亮枪 而后震动身体 想要甩掉那些口水 欧阳峰的一响滑柳 无比的刁钻 眼睛早已不再歇视 炯炯有神 化成一道光扑了上去 竭尽所能 双掌向前拍击 呱的一声大叫 他动用本源精气 神兽之力尽险 一刹那劫 他还在大吼 蛤蟆天宫第八十一事 抗龙有悔 整衣乱套 他忽乱喊叫 扰对方心神 这双掌力量太大了 加上他是真正的神兽 死命出击 跟对方决战 而万星体却仓促应变 准备不足 最终的结果就是 噗的一声 徐承仙 被震的大口吐血 身体横飞出去 遭遇重创 乌阳峰是谁啊 当初在风扇之地 刚见面时就能跟楚风死壳 是唯一曾经跟楚风 激烈搏杀很长时间的本土生物 现在进化到参侠境界 他的实力可谓是暴涨 你太弱了 也不屑跟你打 欧阳峰得了便宜还买乖 持留一声倒退出去 因为他知道 徐承仙估计要疯了 那么一个爱干净的人 被他口水喷得满脸满身都是 还被突然袭击受创 那自然要发狂 小黄 牛犊子 交给你了 欧阳峰宠黄牛喊道 我一会儿打无结神体 黄牛不戏 不去迎战 欧阳峰提醒 别忘了啊 不久前万星体曾经指名道姓 说要收你为座企 这种姿态 你能认吗 黄牛皱眉 的确如此 然后他站了起来迎击上去 徐承仙披头散发 带着血迹 浑身被口水淋得湿漉漉的 此时眼睛都红了 谁挡他他就要杀谁 黄牛上前后自然被他盯上 直接扑杀 可是 黄牛实力非常强 连欧阳峰都忌惮 同时也算是楚风的领路人 来历深密 经过妖族禁地 补灭山的洗礼 如今 蜕变到一个 非常恐怖的地步 一上来 黄牛便拦住万星体 跟他对决 强势的一塌糊涂 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 因为 现在的黄牛 看起来也就五六岁的样子 满头金发柔顺 大眼如同宝石 还是个孩子 可是 他却挡住万星体 徐承仙被誉为奇才 十七八岁的少年 实力强大 可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黄牛看起来更幼小 却可力敌他 龙虎争斗 万星体面色苍白 嘴角在一斜 因为 他最强大的本领 不能动用了 跟朱天星海共鸣失败 他被楚风击伤 这个阶段 血脉还在成长中 现在 因体质受损 而无法激活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 对方比他年幼太多 这样都拿不下 感觉面皮火辣辣的 可越是着急于焦躁 他越是出错 到头来 他接连遭遇黄牛的重击 那是妖族的不传之密 是最高妙术之一 名为 天妖图仙术 外星体虚成仙 被打的半边身子都是血 再一次横飞 最后 更是自空中 向岛屿坠一路而去 后方 灵族的人大吼 啥呀 号召各族圣子救援 之前 他们被楚风挡住 但现在情况太危急 所有人都发疯 想群雾吗 还怕你们不成 大黑牛 东北虎 捞喇嘛 等一群人全都出现 面对蜂拥而来的各路进化者 他们扬起手 投掷 紫荆天雷 被嫌犯很多 人一样麻烦 连一些圣子都被放倒 岛屿上血迹斑斑 联军如潮水般退去 留下了一地尸体 外星体 须承仙已经倒下 被黄牛硬生生重创 几次想爬起来都失败 浑身是血 最后 被黄牛用捆铃绳 给绑成一个大粽子 生擒活捉 儿啊 敢跟我兄弟叫板 外星体也不过如此 手下败将 老驴大笑 仿佛这是他抓到的人 昆仑的一群大妖则在长销 死去不少兄弟 都跟灵族有关 他们在祭奠死者 谁还敢过来一战 马王爷三只眼 灭你们这群军脱弹 马王叫板 打光头正亮 摆开架势 看我天马行空 以毁星拳全部镇上 本王在此 谁敢一战 参峡境界的东北湖 也是长笑 一群大妖在这里叫阵 强势无比 岛屿上 两大阵营 都为力明显 中间那片地带 血迹斑斑 尸体一大片 浮了一地 迷雾还在 不过 被打散大半 再加上落岸石 腐烂的古术等 这里有种荒凉感 像是被遗忘的远古战场 儿啊 儿啊 仍儿 东南西北风 椰子溃然不斗 哪个敢来一战 驴也一蹄子 送你去见你老爷 老驴 刺着大板牙叫阵 喊着口号 挑衅 所有域外进化者 还不时的撂厥子 驴子 你过来零撕 对面也有暴脾气的 口气很大也很冲 手持一根狼牙打棒 那是一只通体黑色皮毛 发光的神猿 长着一对黑色的翅膀 这是飞天魔猿族的强者 是星海中 非常强大的一个种族 他眼神绿油油的 通体乌光流转 鱼翅如同恶魔翼 身高一长 相当的粗犷于霸道 雷弓嘴 獠牙突出 直接来到战场中央 哪怕灵族神子徐承仙大败 成为阶下囚 李安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拘 显然还有厉害人物主持大局 他们还有底气 因为这里还有其他体制的恐怖人物 比如无阶神体等人还没有露面 这飞天魔猿走出来后 杀气腾腾 让老驴过去一战 那狼牙大棒得有几万斤 可是他却如灵稻草般轻松 卧槽 大猩猩你混腻了吧 叫谁驴子呢 我是你驴爷爷 老驴诅咒 他最不爱听人家喊他驴子 飞天魔猿冷笑 在我眼中你们都是野兽 低等星球上的土著 还没有进化出应有的文明 都是鸡犬罗马 算得了什么 大猩猩你说谁呢 你个计划不完全体 浑身都是太毛 也好意思说你驴爷 你给我闭嘴 最起码 我 我比你英俊 老驴呵斥 所有人都无语了 就这伙 只愣着俩大长耳朵 大白牙齿 参差不齐 也好意思说自己英俊 一直以来 老驴都是个软骨头 一向喜欢动嘴 不动手 现在一看飞天魔猿这么凶残 自然很犯处 可是到头来 他露出一脸鄙夷之色 大猩猩 你懒得理你 跟你专业不对口 我让你二叔揍你 保证打得你哭的喊娘 后会来到这个世上 然后 他看向几方阵营 瞄向了大林寺的老原 一副讨好的样子 猴哥还请你充满 这大猩猩缺乏管教 请你动用家法 收走你这大侄子 飞天魔猿是一阵无语 他的眼神非常森冷 再怎么说 他也是一族圣子 而且还是一个很出名的种族 结果被他眼中野兽般的土著 奚落 顿时杀鸡毕露 大林寺的老原几经进化 参霞拾起 一身皮毛 已经蜕变成银白色 像是白银著成 没有一双眼睛 跟金灯似的贼俩 他走了出去 拎着一根大棒子 是楚风从宇宙中带回来的兵器 送给了他 几乎是刹那间 两大猿猴同时动手 一个漆黑如墨 宛如来自地狱 一个银白赠亮 神光照耀 能量射人 当的一声 这两个人都以力大无穷著称 上来后 就轮动棍棒 杀在一起 跟打铁似的火星似简 坑强作响 整座岛屿的地面 都在他们的脚下颤抖 这两个猿猴的力量太强大了 狼牙大棒 与铁棍砸在一起 让虚空都在轰鸣 让空气大暴涨 可以看到 阴暴引发的后果 让他们被白雾遮盖 惊向惊人 突然 一道刺目的光束飞出来 那是一道剑鱼 飞向老猿的后脑 这是致命的一击 来自联军中 毫无疑问 出手的人实力很强 狠毒而可怕 剑鱼称紫金色 在虚空中焚烧着 如同一颗毁星撞击而至 楚风的眼睛 顿时凌厉起来 他一直在关注战场 火眼金睛 神觉提升到极机 就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在他一念间 一口金色飞剑腾起 快速的冲向那只鱼箭 天空中 发生剧烈的爆炸声 那紫盈盈的剑鱼 是一件秘宝 带着浓郁的能量 遇到阻挡 没有能贯穿过去 直接炸开 可以料想 如果老猿在激战中 挨上这一剑 即便后脑不被贯穿 也要手忙脚乱 挥吃大亏 在楚风催动飞剑阻挡时 自身也动了 能量气息沸腾 他仿佛泪生双齿 像是一头金色大盆横空而起 刹那就俯冲杀到了 你敢 要死 杀了他 一片呵斥声 联军这里 顿时杀气腾天 所有人都举起兵器 向着楚风挥动 许多人祭出秘宝 同仇敌侃 在他们看来 楚风胆子太大了 竟敢孤身一人 进入大军中 如果让他得手 实在是打击士气 各族的圣子很主动 不用多余 以气动手 有的口吐见光 有的眉心裂开一道树眼 射出可怕的沙光 还有的人挥动权意 带起惊涛海浪般的能量 然而 楚风怡然无惧 就这么扑进人群中 轰的一声 能量滚滚 手中轮回 刀一扫 赤光激荡 这片地带 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圣子 还有大批 他们的追随者 直接遭遇恶难 被腰斩一片 浮尸一地 楚风躲避 诸圣子的攻击 再次回到 接着人头滚滚 他在人群中杀法 辱辱无人之境 不过 终究是要对上一些圣子的杀手键 顿时 这里浮纹闪束 光树滔滔 激烈的战斗爆发了 有人大喝 楚风你该死 眼神阴冷 一道紫色光树飞来 正是刚才偷袭老袁的那个人 对楚风张弓 要射杀他 楚风神色冷俊 跟十几位圣子接连碰撞 让一些人大口磕心 他身上的战衣也破损了 但他却没有退缩 一拳打爆紫色剑鱼 直接冲了过去 这是一个紫发人 手持大弓 弓弦不断颤抖 一剑又一剑的射来 在楚风杀来时 他突然扔开剑鱼 而后 划成一头紫色的大刺猬 足有小山那么高 而后万箭齐发 这头刺猬 所有的长刺都脱落了 成为飞毛 他是速行境界的高手 这个时候全力以赴 不惜元气大伤 满身紫色尖刺 都被他射出去 只为绝杀楚风 显然 这是有意伏击 吸引楚风过来 而后猎杀 与此同时 灵族的中年男子出现 带领灵族一支队伍 一起挥动兵器 向前批来 天神族的骑兵也同时出动 虽然 之前的战阵被迫 死了很多人 但现在 又已经组织起来 对楚风下死守 在楚风的体外 一口金色的大钟浮现 他动用倒引呼吸法 演艺行艺金钟罩 互助提破 同时 他面色冷立 群殴 单挑 随你们选 在他身前 海量的磁石翻飞 坠落向前 还有一柄又一柄 玄瓷骑出现 组成长玉 拦住 灵族 与天神族的骑兵 全被挡住了 与此同时 楚风杀到尽前 对着这头小山般的刺猬 就挥动轮回刀 紫色大刺猬尖叫 你们说要把我挡住的 对着灵族与天神族的人 投去绝望的目光 但是改变不了什么 两大族群不能庇护他 被场域所阻 楚风 迎娶到足够的时间杀到 落光长刺的刺猬 简直像是不设防 他虽然也在退避 更是寄出一些兵器 但是挡不住轮回刀 血浪剑起 扑的一声 楚风一刀将他力披为两半 震慑全场 他在乱军中斩敌 公平对局中 你敢暗地里袭杀 这就是下场 楚风闯过去 并没有止步 而是在人群中一顿大杀 爷爷爷来了 抗龙有悔 欧阳峰也杀到 神兽气场十足 不过下手刁钻 从背后偷袭一几蛤蟆掌 将一位圣子打爆 楚风与欧阳峰两人合在一起 像是两根剑头般 凿川阻挡 闯入人群 冲击灵族与天神族 打开杀戒 诸位道友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一起出手灭了他们 不要放走 灵族的中年人大喝 灭谁啊 这次我回来不是看你们嚣张 还是要杀光你们全部 小爷都不带逃的 我看你们哪个敢过来 楚风喝道 他气息暴涨 宛若一头史前凶手出事 危险的气息爆发 纵横于这片地带 让灵族与天神族损失惨重 天妖图仙术 后方 黄牛也杀过来了 人虽然小 但是实力惊人 在疯狂出手 横扫四方敌 楚风 黄牛 欧阳峰相距不远 就在联军中直接冲杀 毫无疑问 这种姿态 让许多人都惊怒 同时惧怕 这分明 是不将联军看在眼中 竟敢直接闯进来大杀四方 信心爆棚到极致 对于联军士气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诸圣子一起动手 恨不得立刻毙掉他们 哪怕正创一人也好 从而提升自己人的信心与战意 但很可惜 他们失利了 谁都没有想到 楚风他们三个这么大胆包天 敢这么硬闯 以时间拦不住 后面 昆仑大腰等也都动手 大喊着沙呀 他们手中 居然还有紫荆天雷 之前都没有扔出来 现在冲到联军进前果断甩出 刀屿上彻底大乱 一邪祭天 灵族的中年人大吼 眼睛森寒 他一直在盯着楚风 想要擒住他 换回来神子徐承仙 这时 随着他一声大喝 他们身后的迷雾散开 一座血色祭坛突然出现 这是神灵化血藩的另类演绎 没有藩 只有一座神坛 但是效果一样 甚至更可怕 可以说 这是他们准备的杀手锏 是专为灭楚风而预备的 也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天才地宝 血色祭坛发光 符文密布 嗖的一声 将楚风给吞了进去 楚风一惊 但是并不怕 他有自己的杀手锏 不过 当进入一片虚空后 他都没有施展那些手段 而是直接取出一杆血藩 这是灵族的东西 当初 从一位自斩金身道横的老御手中夺来 此番很神秘 有莫测的力量 楚风摇动神番 煞世间 这座血色祭坛的所有神能 以及准备好的血精等 刹那暗淡 被神灵化血藩吸收 楚风低雨 站在这里冷笑 帮我养秘宝吗 都不需要动我的底牌 真是感谢了 如果是别人被祭坛吸收 进入这片血色空间 多半要凶多吉少 可是他 却安然无恙 手中神灵化血藩 越发的璀璨了 最后 他猛力一斗血藩 整座祭坛炸开 与此同时 他收起这件秘宝 还不想暴露 留着以后 让灵族背负一个大大的黑锅 灵族中年人惊怒 你 老天才 拿命来 楚风大喝 冲出的刹那 挥刀向前劈去 灵族中年人大怒 最近一来 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最恨老天才这个称谓了 简直想杀进宇宙中 找最先提出这个说法的人清算 当当当的 刀起总横火星四界 最后扑的一声 灵族中年人的头颅飞起 被楚风斩掉 也就在此时 一道恐怖的光滑绽放 洋气滚滚 轰向楚风的后脑 要一击格杀 选择的时间点非常好 正是楚风成功击杀 灵族头领后 稍微揣息之际 一刹那的放松时刻 楚风并未慌乱 背后像是长着眼睛 喊声说道 无结神体 早就等你多时了 无结神体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在背后袭杀 就如同在昆仑的那一次 突然间对楚风 发动致命性的一击 不过楚风防住了 他的神觉异常的敏锐 第一时间发现端倪 哄的一声 体外腾起浓郁的能量 护体金钟罩形成 化作一口大钟 笼罩在体外 周上在人群中横着飞来 头朝前脚朝后 双掌拍在楚风后方的 金色大钟上 主要是没有挡住的话 楚风的头颅 直接就会被他的掌印打烂 必死无疑 震天之想 刺目的金光爆开 能量如同山崩海啸般 与此同时 楚风反手一刀 向后斩去 赤红刀芒横扫千军 割裂空气 引发剧烈的爆鸣声 无结神体 如金蛇腾空 一下子立起身子 向着高空腾去 避过这可怕的一刀 这一刀扫除后 没有斩中周上 将楚风身后一片灵族 与天神族的骑士斩中 人仰马翻 刀起割裂凶手作骑 以及一些人的身体 血腥味刺鼻 耀眼的红色刀芒 造成近百人折损 这是灵力的一刀 杀气激荡 半空中 无结神体并没有逃走 如金蛇般冲上去后 刹那结 他又倒转而归 头朝下脚朝上 手持一口神解 俯冲下来 刺向楚风的天灵盖 不得不说 这个人很可怕 不动时 折服暗中 寂静如幽兰 一旦发难 动作迅击如同雷跌 凶猛而霸道 结合了刺客与死士之辈的优点 很难应付 楚风 一刀向天劈去 引红的刀光很灿烂 如一片晚霞染红天地 戏眼中 也带着一网无前的绝绝 刀剑未撞在一起时 能量就已经先行激荡 两人都散发扬起 汹涌澎湃 如同两座不朽的红炉 发出灼热的光芒 焚烧着阴间的幽冷气息 激烈的暴炸 刺目的刀光与剑气 腾起成片的符文 最终 当刀与剑撞在一起时 附近许多人都惨叫 蹊跷流血 被这两口兵器中 迸发的光束重伤 片刻节 他们碰撞数十上百次 刀剑横空 长刀围斥红色 宛若朱雀飞舞 灵力中 喷吐刺目的红色霞光 赤声而霸道 长姐则如一条蛟龙 虽然也光芒刺目 但却是有些狠辣于阴柔 出击的角度非常吊钻 轰的一声 在刀与剑碰撞时 两人的拳与掌也在碰撞 每一次对击 都像是在打雷 震耳欲聋 这是年轻高手间的 顶级对决 堪称争霸 毫无疑问 几个月未解 吴杰神体周上 比以前更厉害 进化明显 只能说 他在地球上 得到了太多东西 成长到一个 非常恐怖的地步 最起码 上古地球的许多 不传之密 都被他得到 但让他遗憾的是 他没有得到 倒影呼吸法 仅从星空中 得到一部分残觉 只能用另一种 恐怖的呼吸法代替 所以 他一心在寻处风 想将它压制 来夺倒影 这样的话 他就能成为 这颗星球 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独享所有的造化 半空中 吴杰身体 右手神剑刺出 剑气牵刀 鸡舍而去 令天宇都在颤力 跟楚风的轮回刀 大对决 这口剑来历不凡 可跟轮回刀 碰撞而不损 他的左手 突然五指张开 施展出一种 非常可怕的 上古秘术 飞仙矛 从他掌心 与手指间 飞出一道 又一道神芒 划成能量矛 比之真正的长矛 还要可怕 唯能 巨大无比 上古地球最出名的两种庙述 便是翻天翼 飞仙矛 结果后者落在 无杰身体周上的手中 他现在施展了出来 出风无惧 用阳间神迹闪电 全对抗 跟他轰撞在一起 光芒刺目 天空中一片通明 无杰身体非常难缠 在他的周围 落花缤纷 全是金色的莲花 带着浓烈的阳气 最后 这些莲花生根 金光刺目 是能量体 与某种阳间斩计 结合的产物 毫无疑问 这是前辈大能 研究出来的结果 尝试将阳间斩计 与这片宇宙的 某些法门 结合起来 希望 形成更厉害的篇章 除风凌染 他第一时间怀疑到 这是夭夭的爷爷 所留的法 毕竟 上古地球 只有他 疑似对阳间念念不忘 目标与常人不同 竟然被周上所得吗 除风没有任何优色 而且 他越发的强势 在其周围 粗糙的石球能量体发光 一颗又一颗 随着闪电拳而共振 向前轰去 天空中 金色神莲有的炸开 有的则化成光刃 力披这些粗糙的石球 两者皆宛若一场 湮灭之战 他们二者之间 一团又一团能量云炸开 四野横尸不少 附近的人遭殃 发疯般逃窜 除风越战越猛 闪电拳简直有镇压 同胆之伪力 让无解身体 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他的脸色变了又变 因为 他的手臂酸痛 被一股灼热的能量浪涛 不断的冲击 让他周围的金色神莲 迅速的凋零 与此同时 除风在刻字 眉心发光 耗费精神 在周围粗糙的石球上 刻写场域符号 这是场域 与进化者手段的融合 他要围困周上 将之猎杀 周上感觉到压力 突然间 接连展现妙术 全都是一些失传的手段 甚至 连翻天影都打出一击 他与飞仙矛 都算是这片宇宙中的神迹 翻天影一出 周上的那只手掌 恐怖无比 他挣脱出去 冲出粗糙石球 所排列的范围内 不敢被围隆在内 除风大喝 哪里走 在后面追杀 周上冷笑 一语不发 转身堆入人群中 自顾推走 周上 你就这点出息吗 你不是想要我呼吸法吗 为了得到他 你煞费苦心 不惜要对付我的父母 追杀我的朋友 今天我亲自来了 想要的话 你就滚过来 凭本事呢 说话节 他如同一道光载飞行 锁过之处 电闪雷鸣 俯冲向周上那里 地面上 有些意外的进化者 倒了大煤 被处风的闪电拳击中 被他驾驭的暗红色长刀扫中 损失惨重 突然 周上停下 一声低喝 出手 在那片人群中 有几名老者 听到他的声音后点头 合力寄出一件宝物 那是一口破布袋 他瞬间张开 从口袋内 发出万缕光束 向着楚风照耀而来 周上喝道 手 并且参与进去 跟着催动这破布口袋 显然 这是一件威能极大的兵器 属于秘宝中的真品 他竟需要多人联手催动 嗖的一声 楚风被收了进去 没入口袋中 这一刻 别说后方的昆仑大妖 就是域外的这群进化者 也都非常吃惊 这么凶残的楚魔头 居然被人收走 一位老者大笑 楚风 你也有今日 屡次跟我蓬莱岛作对 你以为你是谁 正统一师 我们现在才是正统 他们赫然是蓬莱岛的人 同为地球本体进化者 但如今跟周上联手 想震杀楚风 现在他们得手了 另一位老者开口 这是小乾坤带 带着得意之色 幸好我们知道地球上的一些遗迹 挖掘出来这件秘宝 不过他受损厉害 有些腐朽 诸位速来炼化 争取抓紧时间 废掉这个魔头 天地没有彻底解封 蓬莱岛屿上 有其他强大的异宝 也带不出来 这是他们从地球主空间 某处遗迹中挖出来的 远处 欧阳风与黄牛交集 一起向前杀来 此时 楚风落入所谓的小乾坤带中 一点也不着急 他掂量了一下诗盒 并未放出最后的斑斓火光 同时 他也没有动用心中最为笃定的那种底牌 他再次取出神灵化血帆 想试一试这东西是否能抛开布袋 他有点怀疑 这可能是漫长岁月前 灵足某种禁忌武器的一部分 不然的话 金身层次的牢狱何以自斩 偷偷摸摸的进地球 想要温养此兵 让他复苏 他回动神灵化血帆 轰击着破布口袋 此时 外界一片欢腾 仿佛是一场盛宴 诸圣子都在庆祝 非常的高兴 周上更是面带微笑 接着 嘴角露出嘲弄之色 盯着破布口袋 砰的一声 破布口袋突然炸开 碎部条乱雾 蓬来倒的几名老者 手当其冲 嘴先参叫起来 他们刚才还在出手 一起炼化 想要接住小乾坤带 将楚风化成一滩浓血 怎能料到 这略微腐朽的密宝 竟被破开 既然横飞 全都遭遇重创 就是周上也气血翻腾 嘴角溢血 因为他也站在旁边 楚风冲了过来 如同出闸的太古凶狐 手持长刀 横扫附近的进化者 没人挡得住 蓬来的人 如同被切菜一般 被杀了一大片 接着 那崩飞出去的几名老者惊骇 他们也被刀光弄招了 他们怒嚎 奋力对抗 但是有人的头颅 在刹那飞机 被斩杀 楚风横扫过去 他最主要的目标 还是无解身体 周上 你也配为地球真子 别再这么自称 太丢人了 都不敢与我堂堂正正一战 你算什么无解身体 也就配躲在阴暗处伤人 哪里走 周上不理会 转身就走 没有跟他开战 闯向了另一个方位 突然间 地面崩立 有人袭杀楚风 与此同时 周上也插那间 掉头杀了回来 地下 原磁光沸腾 原磁圣体出现 阻击楚风 周上回转 跟着一起猎杀 楚风避开 随后横刀而立 十分镇静 我既然回归地球 就敢面对你们所有人 我并不是要与你们费力周旋 而是要镇压 我不怕你们围攻 一人也能横扫而等 还有谁 一起上吧 你以为你是谁 将自己当成神魔的子嗣 还是觉得自己是混沌中诞生的猛兽 你给我去死 原磁圣体 把高声音一拳轰来 直接就是一片原磁光 他的体型很强健 身材高大 全力爆发时 银色的血气透体而出 体内流淌的 不纯粹是鲜红的血液 还带着部分银色 这就是原磁圣体 血统特别 不得不说 这个人超级霸道 能量雄混 非常的可怖 朕的虚空都在鸿鸣 原磁光 横扫而过时 周围各方进化者都吃惊 因为 他们手中的许多金属兵器在颤抖 在共鸣 砰的一声 楚风以全印阻挡 硬碰硬 电闪雷鸣 中间挡住了原磁光 什么楚魔头 你算什么 给我去死 早就看你不爽了 原磁胜体喝道 手段无穷 张口节一片彩光飞出 原磁器如刀一般 斩向楚风 楚风火眼金睛 双目爆发出两大火光 跟原磁光共振 耳吼击溃之 我算是你大爷 楚风开口 对方这么嚣张 他自然也是尽显张扬 一幅丝毫不将原磁圣体 放在眼中的姿态 轰的一声 原磁圣体爆发 银色血气沸腾 让这片天空都化成银白色 都在他血气笼罩范围内 他如同一尊神魔 披头散发街 透出强大的气息 今天 必杀你 他嘶吼 毛孔中 喷波出 一道又一道剑芒 这是原磁器化成的 他的身上 等于披上一层 带着尖刺的夹皱 野蛮冲撞 扑杀向楚风 然而 楚风无拘 相当的冷静于阵地 法思飘起 飞扬而自信 右腿白动 直接横扫了过去 这一腿中包含着共振术 螺旋术 破坏力 大到无边 原磁 圣磁 圣体避开 猛然一跃 随后屈膝冲撞而来 他动用的是膝盖 非常凶猛 突兀的顶向楚风的胸膛 楚风目光灵力 身体腾空翻腾 一脚跟对方的膝盖撞击在一起 两者间恐怖光滑绽放 睁耳欲聋 这种力量 根本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 可怕的剑光飞来 无竭身体在背后出手 他善于把握时机 每一次出手都很刁钻毒辣 悬在楚风最被动时 他手中的神剑刺向楚风的后脑 引毒而可步 只要穿透头颅 哪怕你神功超凡 也可能会荡场陨落 楚风脸色冷立 此时 他只是稍微偏头 避过这致命的一剑 剑锋几乎是贴着他头颅一侧冲过去 杀气滔滔 事实上 在此过程中 楚风的护体能量已经腾起 不然的话 哪怕避开这神剑 也要被他散发的剑气 割裂脸颊 他在倒退 几乎是贴着长剑向后而去 双肘向后猛击 而且整个人的背部撞向后方的无截身体周上 一瞬间能量光芒爆发 符文让虚空都在报名 无截身体大吼了一声死 难得的跟楚风四颗到底进行硬撼 他的右臂带着神剑向回一扫 简直是要用剑将楚风搂在身前 要直接割下他的头颅 震耳欲聋 楚风的周身毛孔 都在击射淡金色的能量 沙时节 凝聚成一口金色的大钟 突兀的守护在体外 爆发出当的一声巨响 悠悠的钟声 像是在一万年前的开天时代传来 隐约间 伴着规则符文 这非常突然 强大如无截身体 也身体矩阵 他的神剑斩在大钟上后 被挡住 无法割掉楚风的头颅 而且大钟这么突然的 在他身前爆发 简直是猛烈的挤压 与冲撞他 让他身体矩阵 被金色中体攻击 倒引呼吸法所凝聚的金钟罩 异常的结实与可怕 如果是寻常的进化者 绝对被大钟 撞成肉泥 死于非命 无截身体 居然只是横飞出去 身体稍微量强而已 不过 这还没有完 楚风跟进 还在背靠着他撞击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大钟轰然解体 就这么炸开 轰杀周上 因为 楚风对他厌恶到极点 所以 只要给他进身 与他交手的机会 那 就是要下死手 恨不得 立刻毙掉周上性命 无截身体 这次闷哼 身体不受控制的翻飞 口中淌血 受到伤害 这让楚风吃了一惊 这样 瞬息间的生死搏杀 哪怕 换成万星体 徐成仙 肉身被这般突然轰肿 也得要遭受重创 可是 看样子 周上的确负伤 却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不愧是无截身体 任何伤害 都能削减掉七八成 这果然是一种逆天的体质 远处 哪怕是天神族 幽冥族的大同领级人物 都瞳孔收缩 倒吸冷气 各族的圣子都忌惮无比 这就是无截身体 很难有劫难临身 他体内诞生的神光 能够化掉 这时 正面杀来的原刺圣体 到了 挥动拳头 全身都是银白光芒 血气与战气 凝结在一起 整个人气势大盛 如同神魔 恨不得一拳将楚风 轰碎 地灯星球的途中 我就不惜杀不了你 他在低语 在冷笑着 眼中尽是无情的杀机 楚风腾起 闪电全爆发 轰杀过去 跟他硬喊 一刹那 虚空中电闪雷鸣 语言词之力 抱涌而出 一声又一声 可怕的阴浪传出 那里光芒刺目 不断绽放 两人间激烈交手 像是两尊神奇在对决 你大爷 还是你大爷 分开时 楚风镇静而冷漠的开口 最后再次主动发起攻势 你以为自己是原刺圣体 就能天下无敌 让你跟所谓的 无阶神体联系上 也不够看 再来几个体质 我一勺会 轰轰轰的 楚风全身都是光芒 闪电拳被演绎到 出神辱化之境 拥有了魔性 到头来 就是原刺圣体的手 都在颤抖 在硬碰硬大战中 他近乎要惊乱 战衣内有血在流淌 他被阳间的神迹 闪电拳击伤 噓的一声 无结身体 像是一条毒蛇 不时在背后发动攻击 每一次都是致命的 但是却也被楚风给挡住了 楚风一人大战两种体质 着实震惊整座岛屿 各族的圣子都呆住了 在他们的印象中 那样的体质 只要出现一个 都会引发轰动 所在道统 会将他们当作 无敌种子培养 事实上 历史也的确证明了 他们的强大 可以让一个大族中兴 能让一个强族崛起 成为霸主 可是眼下 一个没落星球上的土著 却是这么的强势 只身一人 跟两大体质硬汉 激烈厮杀 甚至很冷静 很从容 也很霸道 一直在主动进攻 说好的 乌杰身体那孙子留给我 却被你拦住了 这我怎么办啊 乌杨风在那里嘚瑟 阴天下雨打孙子 闲着也是闲着 那我就 打你们这帮孙子吧 乌杨风说话太损 斜着眼睛 盯上了其他圣子 而后冲他们招手 在那里叫号 要跟他们开战 那些人 气得脸都绿了 被这只蛤蟆叫阵鱼 挑衅 忍无可忍 杀了他 这群人 哪里会讲什么规矩 一窝蜂就冲上去 二十几个 准备围殴 想在瞬间将他击毙 兄弟们 上 敢群殴我们 他们不想呼了吧 乌杨风大喊 接着 他直接召唤出腐烂大船 跳了上去 在这片地带横冲直撞 直到碰见落单的 才会扑过去单条羽击杀 他是神兽 毫无疑问 流淌着身血实力可怕 一般的圣子怎么可能是他对手 被单挑就意味着死亡 啥呀 兄弟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大黑牛等人发狂 一人一艘腐烂大船 都是从不灭山召唤出来的 大战爆发 黄牛人最小 但是最稳重 时刻关注战场 哪里出现危险 他就扑向哪里 他的修为 非常的害人 战场中 楚风于两大体制激战 越发的激烈 从天上打到地上 又从地上杀到海中 而后 又杀回不灭山所在的岛屿 这一刻 他越来越沉稳 举手投足捷 堂堂正正 权力轰大 光芒压天 像是一尊神王仔出行 在镇压赤魅王梁 什么原刺圣体 无结神体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还不够看 再给我变强一些 楚风在开口 声音浩荡 震动整座岛屿 这对联军来说 太打击事气了 两大体制者 都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吗 精是海俗 地球上这个土著 到底有多强呢 碰里一声 楚风白腿 如同金蛇腾空 横扫 无结神体 震得他刀飞出去 在鸡斗中 楚风法司飞扬 整个人如同在焚烧 化成一个金色的大火球 冲向原刺圣体 跟其决一四战 原刺凤天 原刺圣体嘶吼 他已经站在岛屿上 昂头望天 满头法司乱舞 眼眸灵力 如同两口神界 整座岛屿发光 从地下涌动出 无边的原刺器 大地与他 像是凝结为一体 他在借助这颗星球的能量 要锁住楚风 凶兽的嘶吼声爆发 岛屿上 飞起了一只又一只怪兽 都是原刺器所化 向楚风冲去 将它包围 然后所有怪兽融合归一 化成原刺顶 要进行炼化 对我动用原刺手段 你大爷惊言场欲 怕你吗 楚风冷笑间 周身场欲符号爆发 耳吼的一声 让这顶炸开了 他刹那就冲了出来 杀向原刺圣体 他一口气挥动 全一数十次 让原刺圣体的手臂抖动 滴滴答答的腾血 两强倒退 就这点手段吗 毕掉你们的性命 他快如雷电 激烈的猛攻 想击杀原刺圣体 也在攻伐无结神体 同时针对两大高手 一个突出而已 还是被我们祖上近乎突进的族群的后裔 居然厉害到这一步 天神族一个大统领在地狱 躲在人群中 在暗自评估 尽管天神族不久前损失惨重 但是他依旧镇定 为了击毙楚风 与一群大妖 他们带来一些杀手锏 因为天神族想染指这处妖族 培养妖圣的禁地 哪怕自己的族群研究后不能用 也可以跟宇宙中一些妖族巨头交换利益 为天神族争取到足够多的筹码 射杀他 这时 天神族的负责人挥手 有一人走出 浑身都覆盖乌金甲重 手持大弓却很特别 绿盈盈的杀气逼人 这是一件大杀气 他们从域外带进来很不容易 能轻易的射杀 肃行经济的高手 绿魔弓 对于基神罗汉层次以下的人来说是致命的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第一件大杀气 真以为我天神族可以随意招惹吗 别说你一个没落星球的小土著 就是其他强大种族都不行 中年负责人冷笑 命令那人开弓 锁定 身穿乌金甲注的人回应 本身就是一个神射手 再加上这绿魔弓特殊 可以说从来都是一箭毙命 射杀 当这两个字突出后 天底间一道绿光横空 太刺目了 让许多人忍不住惊叫 直接闭上了眼睛 楚风正好跟原刺圣体同时冲销 争斗到激烈时 他在动用妙术 左手前方一口石洞浮现 想突兀的将对方收进去 从而击杀 但就在此刻 一道绿光太惊人了 宛若从地面刺入天空中的一柄 仙剑 很长 贯穿天穷 急速而来 楚风横移身体 那条绿芒擦着他身体耳骨 剑鱼洞穿云层 浓郁的能量 让岛屿上所有人面色都变了 绿魔剑太惊人了 或许能秒杀参峡境界的高手 而且 事情还未完结 剑鱼横空 没有就此消失 而是如同一柄绿色仙剑 在高空中向下劈来 啊 楚风眸子冷立 盯着鸡舍而来的剑鱼 他再次的快速躲避 绿魔剑太恐怖了 速度超乎常理 一般参峡境界的进化者 根本无法应变 有那么一瞬间 他消失了 而后突兀的在楚风身边出现 几乎冻穿他的眉心 他猛的甩头 绿色神光擦着他飞过去 哪怕如此 他眉心也在淌血 那是被杀气所激荡的 险些就冻穿其额骨 吃的一声 天空中绿魔剑不停歇 再次飞来 而且这一次更特别 绕着楚风所在的区域 轨迹 成螺旋形将他包围在内 远处黄牛大喊 快逃 快逃啊 用精神传疑 他知道这是什么了 天神族一直在扩张 占据的星球不算少 染着血 都是他们进攻下来的 绿魔弓箭这种武器 就是攻打一颗蛮黄星球后 得到的炼制之法 这种兵器炼制不易 但是威力其大 绿色剑鱼 绕着楚风飞行 呈现螺旋形轨迹后 那片天空都一片绿莹莹的 各种符号密布 而后直接炸开 天地间四目之急 那里像是一片毁灭之地 能量太惊人了 可以看到逃出螺旋范围的 原刺圣体 其身上的金属战衣 在融化 而后 有如液体般蒸发 他身上各种符纹闪束 他依旧在飞退 总算避开中心地 逃向远处 诸圣子的脸色变了 换成是他们 估计也避不开 至于中心地的处风 众人不看好 全都屏住呼吸 仔细地盯着 难道 被击杀了吗 最为可怕的是 那绿魔剑 最后冲入中心地 他还没有磨灭呢 要进行最后致命一击 天空中 一块又一块刺石炸开 那是楚风的手段 人们看到 楚风的金属战衣 在坠落 在融化 在成为气体 形神俱灭了吗 或许 结束了 一些人 双目绽放神光 然而 下一刻 楚风 冰寒的声音 传出来 天神族 你们一次又一次 这么针对我 早晚我去 斩掉你们 映照朱天的古祖 吐掉你们 所有圣人 在能量光中 楚风冲了出来 可以看到 他左手前 那口石洞不稳 形成一个玄屋 将最后飞来的 绿色剑鱼 吸收进去 最后一声清响 石洞中 喷泊出一片 绿色碎块 能量耗尽的剑鱼 被瓦解 坠落在石洞外 天神族 都给我死了 楚风大吼 刚才他明显 站在上风 压制两大体质 更是要震杀 原刺圣体 结果 被天神族 声声打断 可以看到 他身上出现一些伤口 在躺血 而且已经换了一件战衣 只是皮外伤吗 各族圣子都倒吸冷气 他们自认为 如果换个位置 他们都得死 被那绿魔剑给磨灭 在楚风开口时 他就从原地消失了 俯冲向天神族 那个方位 哪里走 楚风 你给我管过来 原刺圣体 阻击 挡住去路 同一时间 周上也出现 在后方人剑 合一 化成惊天长虹 刺向楚风的头颅 楚风体外 浮剑金色大钟 镇开两人 依旧的杀向地面 都给我滚 身穿乌金甲咒 刚才张弓的人 他无比疲惫 精神萎靡 而且手中的绿色大弓 随着内衣剑射出彻底暗淡 已经扮回 楚风撞击下来 像是一头金色的怒尸 横扫这里 这个人当即被撞中躯体 来不及躲闪 结果刹那间 成为一团血雾 血液不断溅起 天神族这片区域的人马损失惨重 几乎被全灭个干净 那个负责人 早已逃避到远方 脱离这里 他脸色阴沉 这样霸道的一剑 都没有杀掉楚风 让他神色难堪 楚风的目光像是刀锋 还想走 火眼金睛看得真切 已经盯上了他 我想要杀你 谁能阻拦 我看你能躲到哪里去 楚风向前冲 原刺圣体 周上一起截杀 想要为中年人争取时间 因为他们知道 天神族还有杀手锏呢 想让中年人去激活 楚风受死 周上大喝 剑光如红 他体内喷勃出浓郁的能量 在体外 搅置成一张神图 向前笼罩 他以血气为纸张 以精神为颜料 构建的话觉 果然恐怖 竟然是诸圣祭天图 楚风 哪里逃 原刺圣体也大喝 楚风怒意 与战气凝结在一起 身前与身后 能量套天 宛若一个精神大魔王 你们两个也配对我说 受死与逃这几个字 联手都不是我对手 小爷我要杀天神族的统领 我看你们哪个能拦住 都给我滚 在他周围 上百个能量体浮现 自身的画卷也展开 横扫了过去 跟两人激烈碰撞 这里爆发可怖的光芒 最终他震退两人 杀到中年人的劲前 在此过程中 天神族这位负责人 一直在逃盾 同时在下令 动用弑神矛 是你大爷的神矛 原处 大黑牛 老驴等人嘶吼 驾驭着弗兰大船 对着其余天神族狂轰拦炸 进行碾压 他们不知道 何人掌握着弑神矛 只能对躲在四处的天神族 所有人无差别的攻击 不让他们祭出 出手啊 出手啊 中年男子 焦急与惶恐 因为 楚风到眼前了 他虽然是一个老天才 实力强大 但是 绝不是楚风的对手 对手啊